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爸是这样的 我爸爸是 应该准确的说 我爸爸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一个天才 他 从小就 非常努力 凭着他的天资和努力 就进入了当时非常文明全国的一个中学 叫诸咒高中 他在中学期间他就写了很多文章 今天我们在网上还能查到的 有一篇是1936年 在南京的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题 题为如何改变今日中国美术自我见 你想那么年轻 今时候就已经写了这么多文章 新生活新文化运动啊 新生活新文化运动啊 对对 然后呢他 38年 进入 在湖南园林进入 那个国立遗传 就是刚才您讲的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林凤明的那张照片 就是林凤明跟很多学生在一块的一张照片 那是哪一年啊 1938年 我父亲刚进去 林凤明当时由于和教育部的一些官员和校内 就是国立遗传的有某些人之间的意见不同 他提出了辞职就离开了学校 所以有我父亲和一部分 那个林凌是湖南凌凌吗 对 就是你应该比较熟悉的 对啊 林凌凌凌当上学校是搬着了兵去了 对 对 在抗战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在那个园林停下来办学了一段时间 我父亲是那个时候靠路 然后我父亲跟这一批同学在西别 就是你的语言叫西别 在送林凤明离开的时候 那段场面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林凤明还当场写下了《为艺术在》的四个字 然后这一次的分离呢 林凤明跟我 或许他也比较看重我爸爸 跟我爸爸还做了一番长谈 我父亲呢 就铭记了他的那个 那个 临别的时候的一段 一段那个祝福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努力 在国立一转期间 由于他的努力 由于他的天分 就得到了当时 在学校的一个老师叫李建成 也是中国水彩画之父的青睐 成为他最得意的一个门生 我父亲呢 他的水彩画当时的画 你把名字给我们讲一下 看我们的导播能不能找到 叫李建成 木字里 建是那个我们挥舞剑的剑 OK 成是找成的成 你得原谅我们了 对艺术不太懂啊 名字太多 对 李建成 我的父亲呢 由于当时在同学当中 他的艺术才华过了嘛 所以当时很多学生 都喜欢他的画画的风格 很多学生都临摹我父亲的 那个画画的技巧和风格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本来都不知道 这段话呢 还是从我妈妈的好友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徐建白 他在十年前 知道我父亲要准备出本画册 对就是这张画 还专门寄了这张画给我们家 说这是他学生时期 那领摹我父亲的画风 画的创作的作品 就是你就可以想象出 我们我父亲在学校的时候 在同学当中是非常的优秀 然后他一毕业四二年 就有两张作品被当时在重庆 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展录选 而当时著名的艺术评论家 秦秦宣府还专门在新竹日报上 刊登了一篇文章说 王廷奇和董细文将成为今后最有出息的青年画家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好评 1943年我父亲被录取了作为中国当时是第一个 也是后来也是唯一的一个公派生到美国读书时候 为了有更充足的资金 他在重庆的父子池吧 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 那不是很年轻吗 对那是很年轻 刚学校毕业还没有几年 临丰眠还特地感到了这个他的画展 而且在我父亲的画展里 你非常仔细的一张一张的看 然后呢他在1943年的3月 在中央日报刊登了谈王廷奇水彩画的文章 因为大家都知道临丰眠他一生著作并不多 水彩画当中他就高度的评价了我 凭借我的父亲的在水彩上面的一些成就 然后在那场那次的展览 我父亲的开幕式上 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 和当时美国驻中俄国的大使司徒雷登 也参加了这个开幕式 并在开幕式上也做了讲话 更感动的是他们两人也都买了我父亲的画 收藏了我父亲的画 我父亲 在那次的那个展览搞 举办的非常成功 他的这个展览当中的作品 画作基本都被卖完 所以我父亲在出国前 他的水彩已经在中国有了相当的影响 然后等到他回来了以后 到上海美专去做教授做系主任的时候 他就开始步入到他的创作的高峰期 尤其是中国新中国建立了以后 五一年他的作品就先后被全国美展展出 他的中山公园也好 他的野鸡也好 这些作品都在当时的那个被相继的先后的出版 然后呢 我印象更深的一点就是刘海树 在他的文章当中 他有一篇文章叫 论水彩化演变和发展 这篇文章当中 赞誉了我父亲 说我父亲 值着探索和务实的精神 开创了中国水彩化的新纪元 我想刘海树能够在文章当中 对我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凭借 我们可以想象我父亲当时在水彩方面的造就 是相当的有一定的高度 然后我父亲呢 由于他的艺术的影响力 在当时在中国已经越来越高的时候 上海19 好像是1951年吧 上海成立美术家协会 五个主任委员会之一 1955年 中国呢 就请到苏联请了 呃一个专家叫马克西莫夫 到到北京 那边举办了一个马克西莫夫的一个尤训班 呃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班 但是这个班当时听起来像一个一个学习班 但是这个学习班呃后来影响了中国的一代艺术 就中国后来就基本上就是进入了社会现实主义 就是那个班起了一个呃一个极大的一个作用 当时呢上海呢就派了两个人 一个呢是余音介 也是我父亲的同乡 那我长州五近了 去专家的这个学习班 我父亲呢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呢就作为一个旁厅去了呃北京呃 专家了这个马克西莫夫那个尤训班 五六年呢他又作为上海的代表 上海每个主要的城市就派一个代表北京 比如说北京就派了董西文 上海呢就派了我父亲王廷津去 去参加了全国油画教育座谈会 是当时也是请了苏联专家来来主持的 所以通过我刚才的这样简单的描述 你就可以想象我父亲呃在艺术上的才华 他真是呃就像我前面讲的 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一份一个天才 很可惜五千年由于政治的这个风暴 把他打入低谷呃冲刺以后他就 但是您忘了我刚才问的问题啊啊 就是您的爸爸啊怎么取向你妈妈的啊 这个是比较啊嗯比较关心去这个呃 这个话题我父亲呢当时呢刚毕业 我妈妈呢就考进了学校呃 我不是很清楚的知道那个细节 但是我知道当时呃我父亲有个同学呃 介绍了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当时也是我前面介绍过 也是所有同学当中毕业了以后最有出息的 做一个专科生能够到中央大学去教本科生 所以呢呃也是个非常优秀的 是是我妈妈一进学校就通过这样的介绍 就认识了我父亲 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否满意 就这么介绍了就是您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你爸爸很有名啊 啊然后呢你妈妈又很漂亮 然后就嫁给了一个啊 还没嫁啊 对啊就开始谈恋爱了 对对啊但是谈恋爱 你你你你爸爸不是后来考上了这个 刘美是公怕生吧好像是 对对对四三年 那个时候是1944年是几年 1943年吴冠忠是1946年是吧 对因为我父亲是43年考录 但是他按道理是43年就应该到美国去 由于当时的那个抗战争还没结束 你根本就不敢坐飞机起飞成不了行 他几次要成行都被通知飞机 被取消没法起飞 嗯到40年他不能再等了 所以呢他就做船到印度的孟迈 然后再通过那里在那个到欧洲 再这样兜一圈到到美国 哇这个路上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嗯 所以很不容易的那时候要离开中国 但是公怕生是不是公家出钱了 嗯公家可能会有一定的的资助 但主要还是靠自己 所以我父亲为什么在出国前举办了两个展览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展览 他在43年的10月份 在中苏友好协会又举办了他的随风化战 嗯 你爸爸在美国带了多少年 我父亲呢在美国带了两年多 嗯两年多 嗯 我前面也提到的实际上 他当时原计划是没有想回来的这个计划 当时我母亲也是已经做好了出国的准备 但是由于那个时候呢 人都比较年轻嘛 嗯 都有了那股爱国的热情 尤其是抗战争刚结束 哎呦大家都有一种想报国的那种 那种热血沸腾的那种志向 再加上刘海述 谢海燕的盛情邀请 所以他就遗然的离开了美国 回到了中国 当时而且给他很好的一个职务 让他做那个系主任 做教授 作为这样的年纪 能够一回来就做教授 做系主任是很少的 嗯 那你们跟家跟刘海述也是应该很熟了 哦对 在呃呃 因为刘海述呃是校长嘛 再加上又是同乡 呃我们家在57年以前每年的过年过节 是一定要到他家去拜年的 嗯 一定要去他拜年 拜年 我姐姐呢跟我父亲去的最多 呃 除了呃去拜年以外呢 刘海述有个小女儿叫刘善 嗯 现在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嗯 他跟我姐姐是童年的 都是 呃 一样大 所以他们两个很玩的起来 嗯 那刘述 刘海述 那我就乱问了啊 刘海述在90年的初期 哪个美国 您知道吧 哦 那个时候 对的 我的所有的经历都在学习工作 要拿绿卡 办身份 呃 那时候我又 已经有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呃 整个经历都是为生存 呃 所以当时不管这个事情 不太了解 那个时候已经根本没有经历去 跟 呃 就是您讲的这些 OK 那我我讲啊 因为我一些朋友 正好在那个时候 他是在路上街嘛 嗯 接触一下时间 嗯 但是 刘海述在美国的 啊 在中国的这个艺术界的地位啊 也是 由于他的争议性很强 所以他的知名度特别大 嗯 有时候你搞学术就知道嘛 对吧 你要 您说认真的搞学术 在 美国啊 我们经常必须 我们做节目就知道 有一些路被讲的得主 他们去演讲 或者是做什么视频节目 没几个人看的 但是如果你制造了一个什么事件 或者是别人 揭露你一个什么事情 哎 你就一下子有名 而刘海素 像我们这种对艺术不懂的人 就知道 他跟徐北恒的恩恩欲悦 啊 那么这个 他的什么炉体化风波 那这个事情 在你的记忆中间 有没有存在一些记忆啊 必须要跟徐北恒 到底争吵什么东西啊 你怎么看着他们的争论呢 呃 是这样的 徐北恒呢 跟刘海素呢 呃 他们私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我不是很了解 我也没有权利在这里说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呃 艺术上的观念不一样 徐北恒在艺术上提倡 为人民而艺术 刘海素 包括林峰明这些人 他们的的艺术观呢 是为艺术而艺术 呃 就我个人来讲 可能呃 尽管我父亲跟徐北恒的关系也很好 但是我在就我个人的呃 呃 受的影响比较多的是 呃 从 刘海素 吴冠中 林峰明 呃 在这些人身上 呃 得到的影响 可能更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 所以我想他们由于呃 在艺术上的观念不同 呃 后面就会有很多的呃 呃 争议 尤其在艺术上的的 呃 的争议我想也是应该 很自软的 很自软的 嗯 哎呀你回避了我的一些我最想了解的八卦故事 哈哈哈哈 呃 我真的不是呃太了解也也 不是因为俊官网上看了很多呃 呃 有时候跟他的女儿一起吃饭啊 我们甚至有时候一块出去搞活动呃 住在一起 但是 我们 呃 当然听说一些 但是这些东西都 呃 怎么说呢 因为我只能听到一方面的 的的 的一些说法 那你刚才讲的这些艺术大师们啊 一个一个当我们都实为大师 但是我们作为做这个节目吧 总是希望 听听他们的比较有趣的故事 嗯 你别都是正能量 都是主旋律 啊 比如说这些大师 你觉得哪个大师 你觉得 有一点名不及时啊 就是私底下有一点怎么样 因为搞艺术的人嘛 嗯 整是这个 有一点八卦故事的嘛 可能 哎呀 我真的 做过 做过一段时间老师啊 总是 就像你讲的就是 正面的东西说了 可能会多一点 嗯 那我就 呃 在记忆当中说几件事情 当然可能也比较正能量 哈哈哈哈 嗯 我们每一次提到 呃 这些大师 的名字 嗯 现在很多人都称他大师啊 嗯 我也就 顺着这个来说 实际上 我们从小我从来没有教过 教无观众 教明西文 嗯 我从来不敢这样的 叫名字的 那个是在我们的家教是不允许的 不能叫名字 我都是叫叔叔 拜拜的 从小到的 呃 从来 嗯 没有慈悟 慈悟大名的 这些 我们现在叫大师的 也就是说 如雷贯崖的这些 大师们 在 真实的生活当中 他们实际上 是非常非常的平凡 普世无法 对人非常 慈祥亲切 一点都没有 我们 观众 想象当中的那种高大的 在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们 嗯 他们在 他们身上 你永远会感受到一种 声视的风度 那种 贵族的气息 而这些气息 在今天 我们的 呃 对这些 有的艺术家 在我们 平时的生活当中 他是 那么的 可爱 那么的 和爱可亲的 你知道什么 的 是 呃 这样的一批 艺术家的 一批 就是大家很尊敬的艺术家 那我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谈谈就是艺术家 要具备乐情 七八年的十一月底 我当时作为余无声处的 画集余无声处的一个成员 到北京去演出 我顺便呢 就去看望 吴冠宗叔叔 又到了他家 当时到他家的时候 正好 也碰到了另外一个艺术家 也是最近我想 呃不要搞错 再确认一下 就是呃 丁绍光先生 当时他正好在北京 人民 大会堂 好像在搞一个壁画的创作 他呢 那个时候 生活在云南 在云南做了大量的 那个写生 所以他拿了两大卷 这个在云南做的写生的 画的那个百秒 到了吴冠宗家 去请吴冠宗 帮他 指点 对 对 我去的时候呢 就看到吴冠宗 大量的 之间 就浮在地上 弯曲的这个身体 在一笔一划的 在跟他 交流 在给他进行制导 这个场面 这个场面 真的很感人 你看 一个艺术家 对这个艺术是那么的 投入 哎 哪怕到中午 我们去他弄堂后面的一个叫北京烤肉店 去用午餐的时候 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 也是不停的在谈艺术 一直到下午 因为晚上要演出嘛 我要 我要离开他家 他 他 就是 我这种就是 那 那一代 的人 会有这样的这种 礼仪 他一定要送我出 弄堂口 而不是像现在就是 啊 拜拜 就结束了 送我出来 在送我出来的路上 他还跟我说 你回去 告诉你妈妈 一个好消息 我明年春天 将评为 将被评为副教授 你想 这样一个 杰出的艺术家 他们这一代 太多人 包括他 包括他的同学 也是我父亲的同学 明细文 一辈子在教育 党位上 做到退休 吴冠冲 还有幸的 那个时候 能被评上副教授 明细文 一直到他退休 都没有评上副教授 不像今天 像我们 就光我们学院 光我们学校 那个教授副教授 那是 哎呀 不是教授副教授 都是博岛 对 对 那就更不用说 还创造了博岛 创造了什么岛 我就 国务院津贴 对 对 享受国务院津贴 的教授 对 太多名头了 就是 我想 这个艺术家 对艺术的那份 自乐的那份热情 现在照片上提到了 那个明细文 也是我父亲的同学 他也是 尤其是我父亲 去世以后 他一丝一副 他不仅在 艺术上给了我 太多的指导和帮助 在生活上 因为我父亲去世以后 他就好像有这种 责任感似的 给予我很多很多帮助 真的很感恩 这样的一位 杰出的艺术家 在上海的艺术界当中 应该说是最受尊重的 一个艺术家 他有这样的一个称号 在上海的海派艺术家当中 称为他是形于色的思想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第一 他一生坚守后期影响派 他在不管在任何的时候 他都坚持那个画 后期影响派的话 尤其是赛尚马蒂斯这些 他哪怕是打成右派 或者在文革期间 尽管他平时 不善那个言语 但是我们私下 他在教我们的时候 他的观点非常非常明确 他从来不掩饰 他的在艺术上的观点 就是要坚持自我表现 而不是那个年代 就是说这什么 那些观点 而我要说他谈到明熙文 他谈到是什么呢 就是内代人的 那个谦虚谨慎 就非常得体 我举个例子 在他去世前 就是2012年 我当时在上海美术馆的一楼 看到了我从美国回来以后 在艺术上的一些成长 他给我很高的一个评价 他当时已经画不动油画 他只能拿那个油画棒 画一些小小的 一些油画棒的 像连框画这样大小的尺寸的画 他就送了一本 就是用的一本小年历 他画了15分钟时间 就写下十几个字 他写下了我已经90多岁了 我一生画画画不好 大奏学底画得好 太感人了 你想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在他生命走到最后的这个阶段 他还是保持了他那种低调 谦虚 在这种非常得体的 这样这种风度气质 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 严文良 这是明西文 他写的字 他写的字 为什么他会写这么一个字呢 就是我父亲在19 不是2013年 举办他们的家乡 上海虚拟学院帮他举办 那个个人画展的时候 他要触碰画册嘛 当时定下来 这本画册的主编是 他的同班同学吴冠中和明西文 但是出版社在出版前 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说作为主编 他一定要给一个授权 那我跟他讲 这个很难做到 第一个 吴冠中是2010年就去世了 我怎么叫他写 这封授权书 他说哎呦这个事情很难办 因为国内没有这样的手续就 第二个呢 明西文 明西文那时候已经离他去 是没有多少天了 我就跟明叔叔提了这样的要求 你看他这封东西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是真是用生命来写出的 最后的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真的 非常感恩 那一代 这种大师的故事 在未来的节目中间 我还要继续跟你请教 但是你得回去回忆一下 看他们有没有比较搞笑的故事 你这个回忆都太正能量了 但是我很严肃地讲 非常严肃地讲 就是您刚才讲到了 他们这一代大师 是模仿不过来的 是扶植不了的 你这句话他重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代人就都没希望了 那我先不讲我们有没有希望 而是他们这一代大师的风骨也好 他们的个人体制也好 是怎么形成的 你能不能简单讲一下这个 实际上我当然这个也有需要一个时代了 有时代找英雄 我这样回答你可能更准确一点 可能不是很证明 但实际上也证明了回答了你一个问题 我记得好像是2001年 我有一次回国 跟我的一个也是个朋友吧 你也可能知道的叫陈叶飞 我们在上海的一个叫建国饭店的一楼 一个咖啡厅 我们两人在喝咖啡的时候 陈叶飞就提到了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 他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出不了大事的 不可能出大事 所以他就说因为出不了大事 这是他的原话 他要把各种和艺术相关的东西 都玩一遍 包括电影啊摩托啊等等等等 我们知道的 就是现在很多人成为大艺术 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呢 我非常赞同他这个观点 因为要出大事 他需要具备很多很多条件 他历史他也不承认自己会什么大师 因为陈叶飞 活在现在肯定被别人称为大师了 对不对 我认为他这个说话是很客观的 所以他刚才我就玩游戏人生 就什么都玩一下 对对对 所以您这就是解开了一个名 因为有的人批评陈叶飞说 陈叶飞你也玩的太多了 今天玩这个明天玩那个你就想玩名声 有的人批评陈叶飞呀 您知道吧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陈叶飞的刚才那段原话 应该回应了这些 各种人对他的那个 回应 这个也解开了我一个问题 因为我的话 因为他有他的一套说字 我是第一次听到 那非常感谢 这是对他亲口跟我们俩 就像这样面对面的做的 聊起的 今天这句话很有非常有价值 而且你前面讲的 这个扶制啊 这个模仿啊 模仿不过来 因为我们之所以用大师这个名字啊 用到吴冠宗 赵武记啊 这些人身上大家都没有争议 对吧 但是我们之所以今天讲这个大师 实际上已经具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就是现在有太多活着人间的大师了 嗯 嗯 大师不大师 这个不是自己 呃成自己大师就能成为大师的 因为这个大师 呃也好 我我 说实在的我很反感这个这个称呼 这个大师 嗯 嗯 包括我前面也不太 可能有我想礼貌的称呼你何老师 呃 本来我对这个老师这个两个单子 是很尊重的 呃 现在好像这个老师能都可以称呼 当然我称呼你还是 嘿嘿嘿 你可以去你可以去 我一听到别人叫我老师 我有点讽刺的味道 哈哈哈 对 但是现在老师成为一个 就是像 我们 呃 呃 年轻时候 称童子这样的一种 称呼 叫师父样的 对对对 也可以这样说 对 本来啊 我今天的这个节目 还要请教更多的大师故事 尤其我还 本来要请教您 您怎么又走上这个 现在这段道路 因为父亲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那为什么就就就就就 就后来还是走上艺术 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长了 嗯 一个多小时啊 要听 听人家的要你谈艺术啊 这真的是不容易 嗯 但是我们今天所设计的这些 呃 艺术家啊 他们的人生的故事 尤其你讲到吴冠中 啊 这个先生啊 趴在地上啊 跟一个年轻人在指点 啊 尤其是 送你到这个 这个 这个 礼堂考 对吧 这个东西我突然脑子的闪一念 我十几岁的时候去北京 公主坟 嗯 嗯 建一个老领导啊 啊 那么可能跟我们家里有一点什么亲戚关系 什么东西啊 嗯 人家是老人家了 在楼上啊 在什么地方 就送我一直很远 到公共记者站 当时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你今天这么一讲 我突然就想起来 那个时代的老人 可能就真是有一种 这种特质啊 啊 那么我记得黄仁宇先生在纽约是一个 不是纽约 纽约没有那么大的名声 在全世界的中文环境里面 那大家都知道黄仁宇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 嗯 有一次我在曼罕丁见面 原来我迟到了 他在气质上等我等了半天 原来不断的向我道歉 嗯 使我今天讲起来 我看得有点出来了 那一队人他们的这种特质啊 是我们这一队人好像 对 学不来的 对 他们是很自然很自然的表达出来的 对 对 那些教授那些名人 我见他们面对的时候都是非常谦和 对 我还可以跟你讲一个很短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颜文良 嗯 这个也是大家颅类贯而的一个 呃 泰斗机的一个一个中国绘画历史上的一个顶级人物 呃 我在出国前 当时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英文还不够到位的 就看到他有这个申请表格上有这么一个要求 要有三个professor的recommendation来的 就是推荐信 当时你知道在上海的艺术界当中 我就在想要professor professor不是教授吗 对 当时有几 美术界有几个教授 没有几个教授 所以我就想了想就刘海树 颜文良啊 啊 谢海英还在南京 就没有几个 就 请他们帮我写推荐信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就是 跟了那个庄宝华我父亲的一个学生 上海美专学生 一到一块到 颜文良 颜文良家中 去 请他帮我写推荐信 颜文良 写好推荐信 签好名 我们反正 走来聊聊 看看他的话等等这些 以后我们我就离开了 当我把自行车架已经放下 推着要走的时候 颜文良 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 他 小步的赶过来 拉住了我的自行车 哎 我说 颜伯伯干嘛 他说 哎呦我忘了一件事 我还忘了盖装 哎呦我说 美国人不在乎盖装了 就不用 不用了 他说不行不行 一定要盖上 我再跟他回到 他的客厅 他的在他的那个壁楼上面 有放了一个小小的 他的一个图章 然后他非常认真的 在我的推荐信上 盖下了 这个 这个我今天都留 还保留了多余的几分 我不知道导播有时间 可以 呃 放吗 呃 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份资料 你就可以看得出 那一代的人做事是多么的严谨 真的 这一代人的这些 为人做事 我们这一代人是真的 学不到 也学不好 也更学不来的一件事情 他们这个都是 在他们的 一举一动 他的这个举止 都是无处 触不散 散发出那种 生死的 风度 但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已经讲 讲到够多了 对 不好意思 这么长 本来可以简单很多集 但是我为了奉献给我们的观众 看能不能是 做成一次就奉献给大家 不好意思 那一代人真的值得尊重 值得尊敬 永远缅 下一次我在节目中间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比较亲身和随意的 那么下一次 所以我们穿上了很多的故事 有时候我同样听出来了 我觉得有趣 来问这个问题 有时候观众就会很生气 你为什么不听到讲完了 但是我们的节目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细致性 对吧 需要一点穿插这些故事 所以有时候 您可能没有机会完整的表达 很抱歉 那么下一次我就想 除了这些大师们继续的故事 你可以穿插在其中 我还想了解您个人是怎么回事 您个人的故事 跟我所认识的一些画家 走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画家在中国 拿了一个文凭 读了一个学位 就可以了 就可以搞画展 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了 对吧 而您呢 就是在美国走了一条另外的一个道路 这就是 为什么在标题里面讲是 艺术商业和教育 对吧 您又挣了钱 又成为了艺术家 后来还创办了中国的这个设计学院 对吧 所以这些今天我们第二 下一集是变成我们第三集了 可以吗 好 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大家 嗯 再见 嗯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 音频道